我真的是服了呀 不知谣言从何起这一波钢瓶又一起是吧 又来了一堆人开始说这个方舟水游国服10月28号发布 哎呀我这是真的服了呀 怎么还会有人在这里相信这些误导萌新的东西 他们耍猴呢你不知道吗 我就直说了你们这些在恶意误导他人的方舟水游博主 你们要是真的没有内容没有创新没有自己的想法 那就别再做视频了好吗 直接退网OK一天到晚在这里做一些误导他人的视频 这真的是让我搬不住了 方舟水游的预约消息以及发布时间的具体来源 那都是你们手机里自带的那破拉XXX应用商店 或者说游戏中心 只要你们在这里面搜索方舟生存就 然后就会有一个方舟生存就化水游国服的预约 通常情况下来说他们还会放一个具体的发布时间 这一次就是10月28号 但这个破应用商店在三年之前就已经发布过同样的这个图片 你们还在这里相信啊这个恶臭的营销商店里面图片 是一串再换1月28号2月28号3月28号 一直到了12月28号 几乎每个月他不跳出来就好像没有他的气氛一样 只要到了他那所谓的发布时间 他又立马换一个下一个月的预约时间 虽然我知道就算我再怎么这样子的去抨击都没有用 他们还是能继续用这种恶臭的营销手段 继续去招摇撞片误导别人 光这些应用商店的营销就算了 而在某一些视频博主眼里就好像发现了流量密码一样 只要这个破产点他一发布新的这个发布时间 卡卡那个博主就是立马也发布了一期 新的方舟水游国服即将发布的信息 我真的是无语了呀 每一次每一次 每一次他们一发布这个破视频的时候 就会有一堆人来跑来问我 国服是不是真的要出了 这才是让我最生气的 人家方舟水游国服代理官方蜗牛游戏 都没有自己宣布过要发布国服的消息 反倒是你们这些营销后 和一堆没有营养的博主在那里 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去误导别人 难道这些营销后服和视频博主 不知道这个预言消息是假的吗 是在耍猴 他们肯定是明白的 但他们也清楚不是所有人都明白 所以把这个事情每次之后做成视频 成为他的流量密码 这种行为我就不多做评价了 你们自己看 而方舟水游的国服到底什么时候出 大家也不用着急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出 完了方舟水游这三年以来 早在2018年的8月份 就已经迎来了第一次 方舟水游国服要上线的消息 但是这三年以来 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真正的所谓国服消息 也没有看见过像国服泰拉路亚一样的改动爆料 你们觉得这个国服真的可能会出吗 以后如果有人再拿这个破英雄三年的预约图片 在这里跟你说国服要出了 请一定要告诉你所有玩方舟水游的朋友们 让他们一起来围观一下 这个大猴子 那么好了 这里是一只他们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别再跟我说什么方舟水游国服了 退